誰會參選下屆行政長官 跑馬仔進入百熱快階段 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第一次明確說 準備參選下屆行政長官 又說現在處於被選的階段 適當時會辭去行政會議成員職務 正式宣佈參選 一 我當日不讓 繼續努力 不斷努力 第二 建制派有兩位參選人 參選人是積極的 有議員的 無事能的 對於特首選舉 可能有多一個建制派人士參選 表態支持唐英年做下屆特首的 全國政協常委陳永奇說 希望建制派要團結 團結就是極良 建制派應該是一條瘦 不應該該分 很緊張 而全國人大常委范徐勵態 就拒絕回應梁振英準備參選特首 中聯辦副主任李剛 不評論任何下屆行政長官選舉的問題 重申行政長官的任命是經過民主程序選舉 再由中央政府任命按程序產生 香港昏頻電視記者 何榮生